这是三国在恶意地利用国际规则的漏洞赤裸裸地开展核扩散的活动 那么机构对澳核潜艇保障监督开创先例 事关机构的所有成员 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权力和义务 并且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已经绝对不是什么机构秘书处和美英澳之间的问题 必须由机构的所有成员国共同地协商和处理 那么中方将与机构的秘书处还有其他的成员国保持沟通 坚决地捍卫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关于中国和伊朗 正常的经贸合作的问题 中方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 也是一贯的 中国和伊朗始终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商业化的原则 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开展合作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边制裁 敦促美方尽快解除对第三方实体和个人的所谓长臂管辖 我们也注意到了刚刚出来的有关选举的结果 中方愿意同日本新一届执政团队一道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 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 健康稳定的发展 希望国际社会行动起来 消除社会历史不公 同时敦促美加澳三国给土著人一个交代 但是呢关于元首之间的这个接触 要通过双方商谈来确定 那么目前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消息 那么美国呢作为阿富汗问题的始作用者 面对国际社会广泛的质疑和谴责 应当展现出大国的责任 真诚的道歉 认真地彻查 深刻地反思 充分地赔偿 更重要的是 美国要改正 动辄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的老毛病 不要再让历史悲剧重演 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 打破半岛僵局 重启对话的关键 是朝方的正当合理关切 应该得到重视和解决 美方呢不应该空喊对话口号 而是应该展现出诚意 拿出有吸引力的对话方案 应该尽快启动 安理会社朝决议的可逆条款 对有关制裁措施 特别是社朝人道民生领域的规定 做出必要的调整 这个呢将有助于推动 重启半岛对话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局面 也是全面执行 安理会社朝决议的应有之一 印度方面呢 长期推行前进政策 非法越线蚕食中国领土 这是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的根源 中方反对在边境争议地区 开展以军事真控为目的的军备竞赛 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 同时呢我们也致力于维护 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都知道当前啊 美国国内的疫情和经济形势呢 都非常的严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 这个19亿美元 其实本来可以用在其他 更加急需的地方 美方的有关行动 是典型的政治迫害 政治讹诈 和政治操弄 是在人为的制造对立和对抗 你提到的是中国买不买波音飞机的事情 我想这应该是企业之间的事情 外交部不会介入这种具体的经贸交易的问题 我们是希望呢 双方都是本着尊重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贸易规则 发展健康的 发展健康的正常的 互利的经贸合作关系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